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又从事着一个特殊的行业 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先通过一段短片来了解一下 五湘县位于太行山西路 山西省东南部 长治县最北端 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八路军文化主题公园 抗日战争时期 八路军总司令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 1290司令部 太行第三军分区等党政军重要机关 曾长期驻扎在这里 朱德 彭德怀 左权 刘博成 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 在这里运筹帷幄 生活战斗 指挥华北抗战 近十万抗日将士先后驻足五湘 五湘成为指挥华北抗日游击战争和政治斗争的中心 在八年抗战中 为保卫根据地 广大军民在这片红色土地上进行大小战斗 6368次 平均每日战斗2.3次 约占八路军对日作战总数十万余次的6.4% 同时也取得了歼灭日为28830人的辉煌战绩 约占八路军歼敌总数71.4万人的4.5% 在抗战中 八路军牺牲的团以上干部为720余名 而牺牲在五湘的就达15人 正式载入英明路的烈士达3200多名 五湘这片红色土地就是烈士鲜血染红的 在抗日战争和民族革命战争的背景下 在五湘县城太行西街建立了一座八路军文化园 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向大家讲述那段 刻骨铭心的抗日战争历史 杨磊今年27岁四川人 现在是一名现场情景剧的演员 可是他和其他演员却有着些许的不同 他每天演出的地点就是在抗战老区 山西省五湘县的八路军文化园 他所扮演的角色在五年的时间里死了七千多次 他到底是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角色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本期节目的当事人登场 你好 主持人你好 你好你好 大家好 你好 先给我们做一下简单的做介绍 大家好 我叫杨磊 今年27岁 来自四川八中 11年从大学毕业后就来到山西五湘 八路军文化园 所以你现在是八路军文化园的一名演员 对 一名演员 你每天在文化园里面会有表演 给游客观众来看 对对对 每天的话我们要演四场演出 四场演出的话有情景剧 反扫荡 还有一个影视蒙太奇 太行游击队 我在里面都是扮演的鬼子军官 你的角色就是鬼子军官 对对对 意思就是扮演的鬼子军官 刚小片里说你这个五年死了多少次 五年下的话应该死了 现在应该按照现在算的话 应该是七千多次八千次那么快 就是每天反正都得死 反正每天就是生生死死 每天都是死 因为我还说我要不死 他们八路军就不能挥起拳头说胜利了 然后放在最后一个死 因为我只有我死了 就代表这场战争就结束了 就把日本侵略者赶回去了 所以我必须 我每天都死 必须得死 必须得死 因为我死到这所有八路看 还用西约了 胜利了 胜利了 在五湘县的八路军文化园 每天演出的抗日战争情景剧 反扫荡讲述的是 抗日战争时期 日军实行大规模的扫荡行动 在大扫荡前夕 八路军和游击队突袭和缴获一批 日本军队准备用来进行 大扫荡的军用物资 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 军民团结一心 同心协力下 八路军最终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 杨磊在剧中饰演的就是日本军队里的最高指挥官 五年 1825天 平均每天演出四场 每一场情景剧演出 都是以杨磊所扮演的日本军官死亡而结束 五年的时间 杨磊演出了七千多场 每一场演出都是现场直播 不能中途停止 从开始到结束只能一遍完成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演出方式 使得杨磊在表演时闹过不少的笑话 每天其实换个说法叫现场直播 也不能错了从来的 所以这样的过程里面 其实难免会出各种各样的状况 对 我们因为演了这五年了吧 我演了五年了 我们遇到了很多开心的事情 它毕竟你说拍电影拍电视剧 它可能有一些穿帮 有一些失误对不对 我们也会有 但是不多 我记得特别高兴的 特别让我们觉得发笑的事情 我自己都坚持不住了 想发现的一件事什么呢 也就是我们13年吧 夏天演出 因为我们当时是有个场景 是我们日本鬼子推着大炮 去打八路军的城门楼 是个野战炮 推炮的时候 推着推着炮的轮胎 轮子掉了 炮的轮子掉了 哎 轮子掉了怎么办呢 你还得去攻击别人呀 还得去打呀 怎么办 当时一想 当时一想 哎 快快快快快 一个人抱着这个抱着 因为把轮子就把轮子放一边 一个人抱着那个骨楼 那边推着 就歪着就这样歪着歪着歪着 歪着一推过去的 推过去 因为我们那个炮它有冲击力 它有冲击力 挺沉的是吧 挺沉的 因为它一打 它真的它会发出火花的 它就特别的 真的有啊 真的 它会发出很大的冲击力 我们那个难的 但是你不能 你这样打的话 那个炮就这样出去了 它打了就不打过去 我们就这样坚持着 就害怕呀 因为那个冲击力特别大 对 很容易伤人的 就这样弯着个腰 把它拖着 都不敢看到了 打下 一号一号打 要打六号呀 你想一想 要打六 先扯六下 观众肯定还觉得 哎 这是不是特意加的呀 这是不是 这是不是特意这么去做呀 其实不是 其实我们自己知道 这是失误了 这是我们演出一种失误了 这个其实真的是 几乎 不可能完全避免的 对对对 但你说的这个可能是比较大的一个 明显的一个 所谓的失误吧 对对对对 小小失误应该可能 时常都会有些小 小失误的话 就是说 你看我们那里边 毕竟有专业的 有非专业的 其实很多失误都是来自于 非专业的 因为我们那里边 还有一些本地的 因为我们想的是 群众演员 群众演员 我们当时 我们当时的老百姓的话 是也受美 我们是小孩 但怎么演的话 也不像老百姓 后来我们就做了一个升级 就是说 在当地找了一些 大叔 大爷 大娘 来演这些老百姓 他们因为 他们首先肯定是爱表演 但是他们没有表演基础 所以经常闹一些 也不是经常闹一些笑话吧 他们偶尔闹一些笑话 闹什么笑话来 嗯 就说 他演一个鬼子 他演个鬼子拿着个枪 要是我们要有一场戏 是要扫荡 扫荡 哎 结果所有鬼子都出完了 他自己忘了 因为他自己不知道什么是出了 因为 他们不像咱们的心理素质好 对 他们感觉就懵了 就懵了 结果我们所有人都出完了 他自己拿着一个枪断了个枪 咦 人呢 找人 人不找不到了 人自己 哦 自己觉得自己犯错了 梦这个头 其实一看就是 给观众一看就是那种 自己失误了 梦这个头 就跑进去了 就找不到人了 我的部队去了 我部队呢 自己失误了嘛 人家挺搞笑的 虽然在演出过程中 会出现一些可笑的失误 令观众或是演员 捧腹大笑 但是在他们的演出中 一些失误也是极具危险的 为了演出效果逼真 整个情景剧中 结合了声光电特效 和一些简单的特技表演 这些道具和表演 如果稍有不慎 就会发生危险 我记得有一天 早上把我们拍外景 我们一个同事 就打算比着我 哎呀怎么怎么说偷枪 日本围的偷羌吧 开玩笑 结果他肯定忘了 我们有个开关 他肯定把开关网给关了 结果一打 就打过腿上 当时打完了之后 缝了三针 你想一下 这是什么打在腿上 是真的 枪 枪里边是打出东西来吗 他那个枪里面 我说不出那个原理 他反正是用于一种电 和那种什么 产生一种反应 能够爆炸 他能够 他能够静静力的去穿 能够能够去伤害 静静力 就让我你这么近 我打你的话 你绝对能受伤 当时打完了之后缝针吗 当时关键我们还得还得 拍外景 因为我记得那会儿拍外景的时候 因为我当时就包起来了缝了三针 当时拍外景没有办法呀 因为我们那个日本军官都穿着靴子 啊对 你想一下 夏天啊那会儿 30多度每天穿着靴子 我相当于我每一次拍一次 我拍一场下来 我马上就要消毒 这就要消毒 反正是我记得有一次 还把这个线给弄破了 弄断了 然后又从开又缝 又开始又缝 因为主要穿着靴子受不了 捂着嘛 每场演出 杨磊和剧组的所有人都小心谨慎 全神贯注地投入到演出中 不能有丝毫的马虎和松懈 因为每一个角色都只有一名演员 没有替补 所以即使受伤也要继续演出 一年365天几乎没有休息时间 因为杨磊所塑造的日本军官形象 尤为逼真 当观众在观看杨磊的表演时 信以为真 无法抑制内心的冲动 有时甚至对杨磊大打出手 因为我们在这个演出的过程当中啊 经常 像我演我们这种鬼子这种角色呀 经常会受到一些游客的辱骂 甚至殴打 我记得是2012年的夏天吧 当时我们演的是反吼荡 因为我们演出的时候 就看到有几个游客 因为在看太行游记队的时候 感觉情绪就非常的波动 情绪非常大 完了之后我们就特别注意 去反吼荡的时候 因为我们前面有一个 有一个主要演员的介绍 就介绍我的时候 以单独的形式出去的时候 那三个游客就跟不得了了 你在场上又骂 又是在那守武足道的 在那骂呀 怎么怎么样 但是我也没理他 完了之后我记得有一场戏 就是我用日本军刀 去砍向我们的一个地下交通员的时候 上面游客就坐不住了 就一下站起来 站起来说小日本 反正说一些很脏的话 然后拿这个矿军水瓶 里面至少说有一半的水瓣 就从那个坐台上 因为坐台上我们是一个 T型的一个模式 比较高 从头上面 扔下来 砸到头上 当时我一下就不行了 当时因为那种 二种力是突然来到一种力 打在头上 感觉当时就晕得不行了 晕得不行了 怎么办呢 怎么办 你得演呀 你还得继续呀 所以这样强忍着 把它演完 强忍着演完 演完了之后 下面的观众的掌声 特别激烈 特别特别激烈 包括前两天 我们没来这之前 我又收到几次 矿军水瓶的攻击 包括说平时我们还有 我们有时间泄目了 演完了给观众挥手 泄目的时候 因为当时我们旁边 可能有很多安保人员 但是他不能说 一个一个盯着呀 很多游客 例如说你是巴洛军 给巴洛军 握手的时候笑嘻嘻的 哎巴洛军辛苦了 辛苦了 老百姓辛苦了 到我这 一个大嘴巴打了 真打啊 真打 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 真打你 一个大嘴巴打到你 小日本说了 要不去掐你啊 要不去打你啊 真打 很多次 包括说我们 我们因为还有一种环节 就是要请游客上来 跟我们一起演出 想让游客体验的这种 演出那种快乐 我当时也记得有一个 大妈吧 可能40多岁了 当时我是因为 我已经死掉了 当时我们大妈 我当时 因为最后一幕 就是我死掉了 当时那个大妈 拿着个出头 一出头打到我腿上 一出头挥在我腿上 完了之后 其实有时间 很难受的心理 很委屈的 我想请教郭老师啊 就是 其实现场 看他们表演的 所有的观众 都知道 这是在演节目 但是为什么 还有这么多人 会这么激烈的情绪表达 或者说控制不住 自己的语言和行为 我觉得这个原因呢 首先一个就是 他们表演的逼真 我觉得这个是对他们 这个演技的一个承认 是吧 最主要的就是 还是一个 就是近代以来 日本人对我们的伤害 对中华民族的伤害 太深了 对吧 就是说 我们知道这个南京大屠杀 这样一个惨剧 是吧 成为我们民族心头上中的 一个深深的 这样一个伤口 就是像比方说 像在这个抗日根据地 华北抗日根据地 也有很多的惨案 比方说像潘家狱 像这个东北的 这个平顶山惨案 是吧 还有七三一部队 这个都给我们民族心灵当中 造成了一个深深的伤痕 过去的话说 叫皆一愁民族恨 这个伤口并没有愈合 那么这样一种大的背景 那么就形成我们的很多观众 还有这样一种愤恨的情绪 正是这样一种情绪 才造成了我们这个观众 就是尤其是 在他们这种逼真的表演当中 观众分不清表演和现实 这样一种区别 投入进去了 我觉得这样一种情绪 我们作为演员 也是应该理解 当然这个观众 就是拿起宽线水瓶子 向鬼子打过去 这个情绪我们理解 但是我们也愿意 借这个机会 跟我们的观众朋友 说几句话 就是他们是演员 他们不是真的是鬼子 对不对 我们在这个地方 还是要尊重我们的演员 尊重演员的人格 尊重他们的劳动 不要对他们暴力相向 因为角色的缘故 因为历史的原因 杨磊在表演时 会刺激到一些观众 受到一些情绪激动的 观众的辱骂 甚至有些会大打出手 观众会如此激动 也侧面地肯定了 杨磊的表演 因为这个角色 使得杨磊受到 很多不公的对待 甚至委屈 可是杨磊也没有放弃 2010年刚刚大学毕业的杨磊 在学校演出的时候 被导演相助 从四川来到了山西五乡 因为是刚出校园的 第一份工作 杨磊尤为珍惜 为了演好日本军官这个形象 杨磊付出了许许多多的心血 甚至为了角色 不惜增肥三十多斤 当时是导演选上的 选上的导演是为什么选 肯定是根据我的体型 所以说从四川 把我带到了五乡 当时你就是这么胖 当时不是 当时我记得我是 150多斤吧 150多斤 当时我是穿那个鬼子服 因为当时我们 定做这个鬼子服的时候 肯定是胖胖的 当时量了一下 我的腰围 包括说量了一下 肯定做了这个衣服 肯定结果做大了 结果肯定做大了一码 结果一穿上 一穿上就 穿上感觉 就是那种怎么说 松松的 松松垮垮垮的 所以我感觉 总找不到那种感觉 然后我就 我就给自己定了一个计划 就是增肥 我从150多斤 将近160 增到了189 哇 增到了189 人家减肥你增肥 你是为了能够 适合这个衣服啊 就是 你就没想着 把衣服改小点吗 就适合这个衣服 当时 因为当时老海 你没有这么 很灵活的思想 就感觉就是 哎呀 一根筋就增肥 然后增肥了之后 就每天晚上 每天晚上基本 就吃宵夜 我原来的学校能够控制 我感觉在这儿没事 可以放纵自己吧 为了 为了这个衣服吧 可以再放纵放纵自己 吃 然后吃人189 后来感觉 吃人189的时候 感觉很多东西就不得劲 不得劲什么呢 就只是身体感觉 有点不舒服 身体不舒服 体力啊 精神啊 因为我总感觉 一旦胖了之后 这个体力就跟不上了 因为一天也演多长 每天也流好多汗的呀 一流好多汗的时候 身体就虚 感觉可虚了 你知道吗 那种虚不是说 身体跟什么 而是指的就是说 流完汗之后 就感觉很疲惫 很累 就感觉很胖 胖完之后 尤其是胖人 还有一个特别的 就是你穿着裤子 比较紧 就连来把这个 当给烧掉 就特别难受 后来又试着 慢慢去剪 慢慢剪就 也不说剪嘛 慢慢试着去控制 然后现在控制到 只有170 170斤 也算比较合适的 就是这样一穿 感觉衣服也不大 也不小 正好合适 穿着也特别舒服 感觉也是我想要的 那种 想要的那种 那种效果 不妨回过头来 对自己过去完成的 观察生活 练习 生活经测 穿着吧 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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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反复努力 杨磊在外形上 越来越贴合 日本军官的形象 然而在一整部 情景剧当中 杨磊所扮演的 日本军官的角色 要从头至尾的 说日语 可是杨磊 对日语的确一窍不通 为了角色需要 杨磊开始日复一日的 练习日语 为了更好地掌握日语 杨磊只要有时间 就观看相关的电影 视频 查阅资料 做笔记 为了使自己所扮演的角色 更加形象生动 杨磊在每天演出结束后 自己一个人默默地留在舞台上 一遍一遍地琢磨表情 语气和动作 五年七千多场演出 每一场演出结束后 杨磊都是大汗淋漓 尤其到了夏天 更是酷烧热难耐 五年的时间 杨磊磊磊破了四套鬼子军装 穿坏了十五双皮靴 磊破了上百双袜子 也总结出了自己饰演日本军官的一些经验和方法 这个演鬼子 在表演的时候 有没有一些你的小心得 或者是一些要力 因为我们演这个鬼子 第一 我们是肯定是从形象上 形象上要比较符合 因为我们中国人的观点那种形象就是 胖胖的 矮的 笨笨的那种 就是憨憨的 就是给人感觉就是 这就是鬼子基本上的形象 但是我的鬼子的理解不一样 我虽然胖 我虽然矮 但是我喜欢那种 因为我当时对这个角色定位的时候 我想的是一个 演的非常一个残暴 凶残的一个鬼子军官 因为我只有这样演的话 才能够真实 还对人家怕 还对人家怕 所以说我当时的定位 就是对我这个角色的定位 就特别的严谨 所以说我首先 我能站起来吗 可以 首先我们觉得这个角色 首先的站姿 站姿一定是把腿要分开一点 你看往这一站 你上面自己往上一提气 往上一提气 往上一站 刀 刀往前面一放 你的 你的表情一定是那种很严肃的 对我的理解是 一定是很严肃 非撇着嘴 没撇着 嗯 所有的 这种感觉就是 你必须得发自己的 从下面到上面 都是要给自己满满的力量 满满的 而且是你的眼神 你的眼神 你必须要带着一种恨 这种恨不是他恨谁 而是那种眼神 那种眼神都是让人害怕 因为鬼子那种感觉 为什么害怕他 就是他一个眼神能杀死你 嗯 你给他一个眼神 他就怕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的理解就是说 我们包括了站姿 往这一站 腿一插开 把手 没有刀 往这一放 往这一站 面园往上一走 好 好的 速度要用 好 语气 动作 眼神 杨磊根据自己演出 观察和练习 总结出了一套 自己的经验和表演方法 杨磊在舞台上 讲述自己的演出经历时 是开心的 脸上洋溢着一股自信感 虽然受到观众的一些误解 可是为了自己的梦想 杨磊还是坚持了下来 可是在接触到这个角色最初 杨磊内心是排斥的 甚至不愿向父母提及自己的职业 和所扮演的角色 听说你最开始其实也挺排斥 演日本鬼子这样的角色 因为一开始的话 拿到第一份工作 然后这也是第一个角色 因为还和专业对口 也是表演 本时是很高兴的 反面的一号 也挺高兴的 其实演到后边的话 其实越往后面 我越对这个角色 越了解越深的时候 我反而有点排斥 因为我越演到后面 我感觉这种反感这个角色 反感 因为我感觉我演的这个角色 是太坏了 太残忍了 太凶残了 残害了多少中国人 家里人对你演这个日本鬼子 他们会不会有些不同的意见 他们会不会反对 我当时来的时候 我没有告诉我父母 演的是一个鬼子这个角色 因为第一 第一我毕竟刚从学校出来 还没有得到 做到一些东西的时候 我是没有告诉他们 第二就是因为 肯定还是更多的 也是跟这个角色有关系吧 因为怎么说呢 我告诉我家人演个日本人 其实还是很难以 启齿这个东西的 比如说你在干嘛呀 我在演出来演什么呀 演一个日本军官 你下次就没有底气了 当越来越了解历史 杨磊对自己所饰演的角色 就越排斥 可是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历史 记住历史 为了自己的梦想 杨磊坚持了下来 当杨磊的父母了解到 儿子的工作后 极力劝解儿子放弃这份工作 因为这份工作 在父母的眼中十分危险 可是在杨磊的心目中 觉得自己所饰演的角色 并不是最危险的 最危险的是剧组里 唯一的一名特技演员 刘川32岁 在五乡县八路军文化园 情景剧《反扫荡》中 担任摩托车特技演员 摩托车特技表演 是《反扫荡》这部剧中 最为精彩 也是最为危险的 一段特技演出 今天刘川也来到了 我们的节目现场 他的到来又会给我们 带来怎样的惊险故事呢 有请刘川 先请刘川给我们做下自我介绍 我叫刘川 来自山西五乡八路军文化园 景区的一名演员 我在《反扫荡》和《太后游击队》当中扮演汉奸和日本兵 在我们的短片里面其实看到了你的这个表演 确实非常危险 我先问问像这样的表演有保护措施吗 或者说有些特技的特效的一些方式 像我这个摩托车特技这一项 基本没有保护措施的 全靠自己 对 全靠 真骑 真飞 真飞 真过 必须得全身贯注的 精神状态非常的紧张那种 如果稍微有一些松懈的话 就会导致一些失误 失误就意味着 危险 受伤 受伤 对 本人受伤 或许是他人受伤都有 所以我的第一个反应也是这个词 就是危险 但是可是到底有多危险 刘川能不能跟我们具体说一说 在《反扫荡》剧目当中 就是这个摩托车要有一个 骑着车速 大概五六十公里的车速 就在舞台上 对 在舞台上 那么点空间里面 对 在舞台上呈现 它要飞过一个高度 两米多高的一个高墙 然后落到一个院子里边 然后就是做一个跨越的动作 就在这个跨越的动作当中 危险系数是相当大的 假如一人多高的墙 对 然后等于是应该是有个斜坡斜面 对 有一个斜面 冲上去 在空中 那个斜坡特别的抖 六十多度 然后它抖 车上去以后 在空中是特别难控制的 而且你还得 必须把这个车头 控制得特别稳妥 然后再落地 这一家是特别难的 稍微要一走神 或许那个摩托车 会这样出去 要么就是栽头下去 你还得保持车身的一个平衡 你才能平稳落地 对 在空中必须保持车的平衡 因为演出的要求和效果 流川在完成飞越高墙等一系列的动作时 全部需要自身的技术和经验 每一个角度 每一米的距离 都是精心计算好的 它的每一次飞越 都要百分百地投入 丝毫不能马虎 更不能分心 否则极易发生危险 就是在今年的三月份 翻炒档的剧目 在就是重新排练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 我们就是调整了一下 我的那个 就是飞坡的那个 跨越的那个 就是那个坡度 就是把这个难度系数 又加大了 加大了 在排练的过程中 然后就特别地累了 到了最后边 我们就是杨磊说 你再飞一下这个动作 我看有点不太合适 你再做的夸张一些 我说好 然后就上去的那一下 平时我就是 按照这个车速过 很稳妥地 就落在接应面上了 然后这一次呢 我就是速度 稍微快了一点 快了一点 然后就落在 没有落在接应面 直接落在了 那个水泥地的平地 平地 本来相当于 有个缓冲的一个平台 对 直接落到平地了 落到平地 然后就是 它没有这个缓冲区域了 但那个摩托车呢 也出现了一些机械故障 就是落地 断掉了 就是平插 断掉以后 然后我人撞在墙上 背都贴到墙上了 背就这样 冲击力 它不是一碰墙吗 一撞以后 翻起来 这样翻起来 背都打在墙上 然后 使劲抓住那个车把 然后摔在地下 摔在地下 然后这个右腿 就被压到那个摩托车的下边了 压到摩托车的下边 然后这是杨磊 还有就是我们工作人员 全部都及时赶过来 把车抬开 把我人弄出来 当时我疼的就 我意识当中 感觉就是这只 这只腿肯定废了 肯定是 第一反应是 对 断了 肯定是断了 特别疼 疼的 然后旁边杨磊就问 怎么样 怎么样 兄弟 怎么样 怎么样 特别着急 然后我 其实我是疼的说不出话 把他吓 把他吓坏了 刘川的每一次飞跃 都要投入百分之百的精力 确保每一次的飞跃 能够平安地完成 刘川出演的这个角色 已经有四年了 已经骑坏了三辆摩托车 然而 在最初的时候 刘川所从事的行业和表演 几乎毫无关联 他是摩托车厂商 签约的职业车手 在一个十分偶然的机会下 接触并从事了这份工作 我以前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 我来到五乡 就是这个八路区文化园 我也是旅游 然后过去 我看了一下这个曲目 特别的刺激 特别的就是让我 一下我就相中这个项目了 我就想参与其中 然后我 感染你了 对 然后我就下来 我就找他们工作人员 我就问 我说你们要演员吗 我想进去打工 然后就是能不能给一个就是穿八路军服装的一个角色 你想引八路军 主要是 对 然后正好我一问 正好就是问着人了 就是问对人了 正好是导演 然后人家就说 你有什么特长 我就把我的来龙去脉跟人家说了一下 人家 你这个特长挺符合我们剧目当中的一个角色 要不这样吧 要不你先试一下 试一下戏服 看看你 看看你行还是不行 我特别高兴 我说这肯定是让我演一个八路军啊 长得有这么精神小伙子 然后我就特别兴奋 然后就去了 然后到了服装间 给我拿出来一套日本兵的衣服 我当时我还想这不可能是给我的吧 然后就来 你把这个穿上 我说真穿那个 我说是 你把这个穿上 然后我就把这个日本兵的衣服穿上 那会绑腿都不会绑 然后人家教我怎么绑 把这个腿这么这么 绑好以后 然后把这个还得画胡子嘛 把胡子一画 然后导演一看 嗯 可以 很符合这个角色 一穿就脱不下来了 一穿再也没有脱下来过 本来是一名摩托车特技表演者 偶然的机会流川加入到情景剧的演出队伍中 可是这和流川最初的理想有着很大的差距 流川加入到情景剧是为了圆自己的一个八路军梦 想要在剧里扮演八路军 可是事与愿为流川被分配到了演日本兵 流川就这样成为了剧组里唯一一个摩托车特技演员 虽然流川在剧中一直演的都是日本兵的角色 可是他内心还是希望自己有一天可以穿上八路军的军装 于是抓紧一切空余时间来练习怎样演好一个八路军 包括现在我都是特别想演这个正派角色 比如说我们队员当中有一些 有一些别的队员的角色 他有一些生病了 然后我就想跟他们替换 我说我来替补你这个角色吧 好不好 他说行行 然后我跟杨磊一沟通 他说行你试一下吧 然后我就演各种的一些小角色 来充实我心里面对这个八路军的一些渴望 流川的这个日本兵角色一演就是四年 可是流川的家里人对于流川出演的这个角色 却是极力反对 从一个摩托车手变成到八路军文化园演个日本兵 这个都是你自己做的决定吗 之前有没有跟家里商量过 没有商量 家里人对这个事的态度 刚刚开始我来教授的时候 我爸妈以为我还在外地工作 然后就是现在了 我记得是上了一下别的节目 上了一次别的节目 然后我爸妈知道了 看到节目上看到我了 知道了演的一个日本兵 我爸就说你演什么不好你非得演个日本鬼子 听说家里还有一个老爷子 哦 是我老爷对于我演这个角色我也不敢告知我老爷他们 再说我老爷他们也不知道我也不希望让他们知道 因为我老爷他以前可能以前是个八路军 那更不敢告诉他了 不敢告诉他 我害怕毕竟年龄大了 一身一着急上火 后来就一直没告诉他人家 没有 没有告诉我 现在都没有告诉我 因为自己所扮演的日本兵角色 两人周围的亲戚朋友有着诸多的误会和不理解 剧组里的人来来走走 杨磊和刘川为了梦想 为了那份责任坚持了下来 可是面对周围人异样的目光和亲人的不理解 让杨磊和刘川十分苦恼 面对两个人的苦恼和纠结 我们现场的专家又会作何解答呢 听听郭老师有什么好建议 其实这个事儿呢 我觉得真的不必介意 我们要认清这样一个角色的这样一个意义 实际上整个抗日景区 抗日情景的再现 没了鬼子 没有汉奸 这个再现就再现不了了 对吧 我们就是要通过这样一个再现 这样一种形式 通过你们的表演 形象的再现这种抗日战争的历史 让大家铭记这段历史 所以你们这个工作 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 太行山 这是我们八路军总部的所在地 对吧 在那些地方 然后通过不断地表演 这样 就是说成千上万的游客 他们去看 看到了 他牢记了这段历史 通过你们的形象 再现了这段历史 是吧 让大家不忘我们抗日战争 我们取得的胜利 我们所获得的付出的代价 然后我们所赢得的光荣 所以这个工作本身是非常有意义的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 一定要心里要堂堂正正的 我们是演员 我们塑造这个鬼子的形象 这是一个很光荣的事情 并不是耻辱 我觉得你们要把这个心理要放下来 另外呢 我觉得从个人成就上来说 比如说像你吧 你像你这样演鬼子 已经死了七千多次了 对吧 是吧 我觉得这样 你这样下去可以创造一个记录啊 对吧 可以写入基尼斯世界记录啊 对不对 我觉得这是也是一项很了不起的 这种个人的成就 最后呢 就是你像你这样 这种专门的演员 只要能够演得好 也能够走出一条明星之路 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方画 是吧 是专门演鬼子的 只要能够演好 我觉得个人的前途 也是非常广阔的 这就是我送给你们两个话 我觉得这个剧对我来说 很有教育意义 然后这个演的也非常真实 我家里还会在的 我对鬼子扫荡的 扫荡村子的恶行 表示非常愤慨 但是还是希望现在的学生 人们能够铭记这段历史 勿忘国耻 我看到这个发扫荡以后 心里非常的 看到那个鬼子大事的时候 我心里特别的痛快 我要教育我的孩子们 就是不忘这段历史 要勇气武侠人民的这种 轰斗减赏 让我们大家都记住 不要忘过去 珍惜今天的美好生活 我觉得现在还是要 落后就要挨打吧 像我们今天祖国强大了 这种事情肯定不会再发生了 我们一定要铭记这段历史 不忘国耻 正是因为他们塑造的 反面角色令人痛恶的角色 才令观众记住和了解了 那段不能忘记的历史 这样的角色 一定要有人来塑造 这段历史我们一定要牢记 我们所从事的事业 是极其有意义的存在 那么面对专家的分析和开导 两个人又会作何感想呢 感觉说得特别好 首先我们应该是 真的去认知认识 我们这个只是角色 只是角色 所以啊小杨啊 比方说像你这样 被这个观众用矿泉水瓶子砸一下 就这个就说演得出神入化 这个形象被大家所接受了 大家一看这就是鬼子 这个是对你的这个 艺术表演成就的一种承认啊 所以你应该感到骄傲 这是一个很高的褒奖 真的是 所以我相信 如果今天节目会有更多人 包括我在内 我真的是想 更多地看到他们的 现场的表演 我相信 哪怕是曾经 打过你的 这些观众 不要说现在啊 可能转天 都会用另外的一种心情 来去回忆 我看演出的时候 那时候的情景 所以我们今天 请来了两位 其实就是特别的演员 我也替观众最后 送一个祝愿给两位 希望能有更多的人 你们有更多的机会和舞台 来表演你们塑造的 这个精彩的绝分 谢谢 好 谢谢郭老师 谢谢两位 谢谢我们的观察员 最后也感谢各位观众 收看我们的本期节目 我们节目呢 将在兄弟俩的一首 表达心声的歌声中间结束 有请两位带给我们这首 《真心英雄》 在我心中 曾经有一个梦 要用歌声 让你往我所有的头 灿烂星空 谁是真的英雄 明白的人们 给我最多感动 把握我生命里的每一分钟 全力以赴我们心中的梦 不经历风雨 怎么见彩虹 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其实杨磊和刘川 还有他们的同事 每天不仅仅是在表演一个故事 他们更是通过自己的努力 自己的表演 在现曾经那段悲壮而难忘的历史 在你我的心里流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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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